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者是動物的新聞 我們要講天文河的新聞 天文河有什麼新的發現? 這個很有趣的 今個星期要跟大家講這個新聞 就不只是天文的新聞這麼簡單 而是天文效應如何影響到一些地球地質的效應 台長你記不記得剛剛都成十二年前 2012的時候 人們經常提世界末日 2012年12月22日 現在世界末日了十二年 我們生歐歐在這裡 變成神話傳說 我記得當年討論世界末日的時候 有些人什麼學說都一次過搬出來的 其中一個學說就是什麼呢? 就說太陽在天文尺度的一些天文現象 一些天文的周期 它就會令到地球和太陽的距離就會受到干擾變化 就令到地球去接收了太陽的輻射啊 或者宇宙的其他輻射 什麼都好 就一提到輻射這個字就嚇人了 就突如其內有變化 就令到可能在2012那裡就令到毀滅了地球 就是這些東西我自己說完 我聽到我都覺得神經病的 那最客觀的效果就是根本上 現在都2024年我們都見不到這些東西了 但是很多時候這些學說呢 他們都很喜歡藉助一些天文的現象來去解釋的 那其實我們真真正正在地球上面 可以找到有多少的痕跡 有多少的證據 是證實到一些的現象是跟天文的有關呢? 那有一些我未出聲大家都可以猜到的了 昼夜朝夕的變化全部是天文的東西 OK? 就是你有陽力、有陰力、有月圓、月缺、有日蝕、月蝕 跟著就有那個朝夕的現象多少天文大朝不是大朝 你只是這些東西你已經完全可以對地球很大很大的影響了 那如果說的誇張一點點 更加軟的天體 會不會講到它不是講那些什麼超大型黑洞的那些東西 只是近我們一點點的 你猜水星、金星那些這樣的火星、木星、土星 會不會都有能力對我們有影響的呢? 如果你喜歡那些尖星、看星盤的人 你就一定會說有 那些金星入了第幾宮 那些我不是要講這些 那會不會真真正正去能夠透過我們已知的一些 患有引力現象 去真是能夠影響到我們的地球 而在我們的地球上有一些觀察到的一些痕跡給我們看到 而甚至乎由這些痕跡那裡我們可以斷定到 是真的有一些我們甚至乎很多時候的生物界都能夠感受到的變化出現了呢 那就是這一節其中一個很獨特的一個發現要跟大家分享 但是那個行星距離這麼遠它怎麼影響到呢? 其實都是在說慢有引力的影響而已 而那個慢有引力的影響是多和少的意思而已 那我們知道月亮對我們的慢有引力的影響 就來自那個潮池的效應 就是它施加在地球上面的不同 就是不同的部分的慢有引力有不同 就隨之令到上面那些 尤其是液體就最能夠表現出來的了 所以有些地方水走了一塊 有些地方就少了水 那就是那個潮池的效應 那我們一樣可以由以我們的天文知識 以及以我們量到不同的其他行星的方位 去估計一下其他行星比我們地球潮池的影響有多少多少 那原來法國基本上就很小的 小到我們人基本上感受不了 但是你強行用很精密的儀器去量度 你都找得到那個圖案出來 那這個就是第一個層次了 我們不只是說潮池的影響那麼簡單 那這次的研究就很有趣的 它就運用到一些海底的沉積物的觀測 來去給出一個答案出來 那麼它就說呢 在那個海底沉積物的觀測裡面呢 其實很有趣的 海底的沉積物一路去沉積下來呢 有時多些 有時少些 什麼時候會多些呢 那麼譬如說那個 當那個時期 地球上面那些生物是生長得活躍一些 就是譬如它多些海草生了出來 多些浮游生了出來 於是那些屍體也都會多一些 於是沉積到海底 就是海底湖底的東西又會多一些 那麼所以其實呢 有一個研究 我們其實都幾個星期都一路有見到 不過未有機會跟大家介紹的 台長你都有跟我分享過 就是呢 它說著 加拿大某一個地方的湖底 竟然成為了 考證地球那個氣候的一個很好的工具 因為隨著氣候的變化呢 就直接影響到這個湖裡面的生物 那些生態的那個生長的速度的多寡 那它也都影響到它每年沉積物累積的厚度的多少 那也都是由這件事情我們知道 如果當我們的氣候受到什麼的干擾 這個可能是冰河時期也好 可能是一些由天文上給出來的效應也好 其實冰河時期我們基本上都認為是一個天文效應來的 這個就是因為地球那個和太陽那個軌道 就是四萬年周期的那個變化給出來的結果 它總體上來講的平均距離是距離太陽軌了的時候 地球那個溫度就低了 那麼暖化程度就弱了 但是我們如果總體上的平均距離是近地球多了的 近太陽多了的 那麼它接收的太陽輻射多了 那麼自然就整個氣候的變化都會不同了 地球上面表面接收的能量那個總額也都不同了 那麼這件事情就可以反映到在氣候 再反映到在生物生長的速度 最後就反映到在沉積物累積的速度 現在我們其實就是由地球上面那些海底 尤其是湖底裡面那些生態去看它的沉積物做一個考證 這件事就跟考古一樣 我們挖得越深就對應越早之前發生的事情 但是很有趣的 我們看到那個沉積物出現一種周期的變化 譬如說為什麼這些年份的夏天和另外一些年份的夏天 我們累積的那個疏物程度會有些不同的呢 就將它整個沉積物的形態做一個很詳細的數據分析 就由這裡我們可以抽屍剝檢出來 就找到很多不同的周期在裡面 最容易看到的周期就是以一年為一個循環的周期 因為是一年的變化 就好像樹木的年輪一樣 我們會看到的 但是在那個一年的變化之上 又有一些是更加長時期的變化 那有一些的變化是對應著 以十萬年計的那些 其實我們是看得到 原來是由木星和土星給出來的效應來的 那在這次這個星期裡面公佈出來的 最有趣的發現就是 我們竟然找到由火星給出來的變化 火星就比起木星和土星距離近我們多些 但是火星它其實比木星土星的體積小很多很多的 所以如果你問我呢 除了太陽 除了這個月亮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行星是有能力 對地球那個軌道產生更加大的擾動變化呢 我們是會想到 是木星土星這些比較大型的行星 那我們的 的確是由地球的沉積物那裡 看到木星土星給我們的影響 但是怎麼具體說這個影響 就是你講到周期 但是為什麼這個周期我們是推廣到火星的 這裏就這樣講 它裡面的新聞裡面用到那個字眼就複雜些 它就講那個軌道的共振 那我覺得還是太抽象了 你可以這樣去想 你不要想到軌道什麼周期啊 什麼那些什麼 首先有兩個概念你要明白 我們的地球 我們的月亮 我們的月亮圍繞著我們地球的軌道 很接近圓形 但是不完全是圓形的 是輕微地橢圓的 所以為什麼有時看到日傳食 有時看到日環食 就是這樣解的 同樣 我們地球圍繞著太陽的軌道 很接近圓形 但是又不是完全是圓形 非常輕微的橢圓形來的 所以就算以我們地球來計 有時是來太陽近一點 有時是來太陽遠一點的 就是所以呢 在地球上面有些位置 有時他們的冬天就是凍上加凍 就是因為它已經沒有被太陽直射之餘 它還要是剛好那一輪比起 就是對太陽的距離再遠了 凍上加凍 那這很多時候對應是冰河期 這樣的時期 那火星這個效應也都很明顯的 如果在整個太陽系 冥王星它的軌道那個橢圓程度 就更加誇張 再誇張一點 哈雷瑞星那些軌道 就非常的橢圓形 那就是說呢 你如果只是討論這個地球自己本身呢 它已經是有時來太陽近些 有時來太陽遠些 再有時候呢 外面有些其它星球呢 它的萬有引力就很多手 幫忙拔一拔 那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那個時候 剛好地球已經處身了 在相對 在它自己的軌道 那個範圍裡面 已經是距離太陽 比平均軟了一點點的那個時候 而在它的背後面 剛好又有顆木星土星在它背後的時候 是不是將它拔得軟上加軟 再把它拔軟了 那或者反過來 另一方面 碰巧 它地球是圍繞著一個軌道上面 相對比較近太陽的時候 但是剛好在太陽的背後 還有一個木星和土星幫太陽手 拔你一拔的時候 它就變得近上加近了 其實就是你可以想像就是這些 就是叫做 多手拔一拔這些 用萬有引力拔一拔你的這個情形 令到你的軌道稍微變形了一點點 也都令到你和太陽的距離 就是有時近上加近 有時遠上加遠 有時就是你以為近了 但是它又幫你cancel 一點點 就是這一種這樣的效應 其實就是講這種效應 你可以想像到 有時就是近上加近 遠上加遠 由木星土星比出來的那個周期 是以十萬年計的 都沒有講到這個星期正式講的事情 我們現在有能力看到 由火星比出來的效應 效應是以二百四十萬年為之一個周期的 就是你要 雖然那個地球和火星的軌道 是已經近很多 但是你要能夠夾得對 火星可以真的這麼巧 幫你能夠把太陽手 去幫你拉近些或者拉遠些 就是那樣東西 就是這個就和一個叫做 就是最少公佩數的問題就相關了 你就要等到二百四十萬年 才看到一個比較明顯的效應出來 而這個明顯的效應 相對於其他星球比的效應 都是弱一些的 但是在現在最新的數據分析裡面 我們叫做第一次去揭示到 是由這個火星給到我們出來的 一個輕微的拉扯效應 它最後客觀的效果 就令到我們地球上面的海洋下面的沉積物 就有一個信號留下來 而且是有規律的 每二百四十萬年為之一個的周期 當你看到這幾個周期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是一個天文效應給出來的結果 那個具體的效應 是不是一個大型的漩渦 就不是說我們看到地球上面多了一個的漩渦 而是去看到整個那個氣候上面那個的變化 就是它突然之間那時候 冷得特別緊要 或者熱得特別緊要 那令到那個譬如說 如果熱得特別緊要的時候 就你預期地球上面那些這樣的直胚 就生得茂盛一些 沉積的程度又會多一些 就好像連輪都會生闊一些 這樣的意思 接著到了冷的時候 這些生物的活動就弱一些 所以對應那個沉積物的量 又會薄一些 小一些 其實就是由這裏去看出來的 它不是說令到地球 它會不會甚至乎 也都令到地球上面打多了風呢 那這裏應該是會有影響的 因為那個氣候變化 我們都知道的 全球暖化都直接影響到香港 今年打多了風打少了風 是會有影響的 但是我們因為沒有能力 由那個地質那裏紀錄 早幾時打過風的了 但是由地質那裏 它基本上能夠幫我們去做一個 就是數算 就是數算那個植物或者微生物 它的新陳代謝總體活動有多少 所以你說會不會有那些什麼 風暴漩渦出來應該會有 但是就不是由這個地質的證據那裏 就可以這麼容易考究出來 那如果是這樣說的時候 其他的星球 都有沒有可能影響到地球的生態 那都是那兩個條件 你要距離相對要夠近 還有它本身的質量夠大 所以它能夠施加到那個拉扯的力量是要大 那你也可以問金星會不會有呢 水星會不會有呢 那都可以這樣去問的 那現在就是我們那個 就是數據分析的精密程度 不只是看到木星和土星給我們的效應了 是說火星給我們相對微弱些的效應 我們都看到了 好 我們這次有結束 我們接著去科學回路 好 神秘的夜 第一節 神秘的夜 第一節 2022 神秘的夜 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嗯?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 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坐在他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來的 大家不下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說 坐在他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麼 紀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扮演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我們有機會剛才有人跟她做的 並不記得做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如果觀眾看完以後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跟幾圖真的沒有合夾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 其實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不要緊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是企圖